頭戴毛帽穿長袖 衣褲手裡拿著熊熊玩具 在機場裡跑跑跳跳 罹患癌癌的3歲男童跟著阿嬤 要搭乘5號下午的班機 飛往日本治療 日本航空空服員 送上彩色千語賀 象徵祝福男童這趟治療行程 順順利利 知道今天要打飛機 他就一直很呈現在興奮的狀態下 男童第一次去日本超興奮 而一早阿嬤就忙著打包行李 把一件件後外套 毛衣 長褲長袖全部折好 整齊放進行李箱 3歲眼癌男童阿嬤 一早打包行李忙得不可開交 男童因為罹患眼癌 必須去日本治療 再晚一點恐怕僅存的右眼 也得摘除 事情曝光後涌入愛心捐款 外交部也出面幫忙協調赴日 5號下午就要出發 是弟弟最喜歡的玩具嗎 對 它裡面身上一定要 對 它的畫本 日本沒有日本 一定要牛奶你要加這個 經過外交部安排取得簽證 阿嬤帶著孫子兩個人 5號下午 從高雄小港機場 飛往日本成田機場 隔離14天後 21號到醫院治療 恢復2號最快26號 就能安排出院 他這麼小受那麼多苦 其實我還滿心疼的 做了法會 法式 我們也去希望他可以平安這樣子 三歲男童眼癌復發 全台愛心湧入 政府也動用外交資源全力搶救 希望男童快快恢復健康 不再被病痛折磨 記者 國政王書宏 高雄寶 第幾率 大幫城 路由 TVs 開水 閉返 Cash alta 淋